大家好,歡迎來到資金流事務所,我是Casa 彭偉,新日 今天是9月19號,星期二,現在是9點35分,剛剛開市了5分鐘 港股來說,開市的時間都是輕輕,高開11點,但升幅沒有辦法持續 並且指數掉頭會落,不過跌幅仍然非常有限 如今早早來說,曾經跌過40多點,到現在來說跌26點 仍然是一個比較小的波幅 我相信大部分投資者繼續關注 接下來星期四凌晨2點的時間,就看看鮑威爾和鮑Sir 會在聯署議息會議會後聲明,會被鷹或鴿 放出來,到時來說可能市先要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方向 看回昨天沒有什麼重要的數據公佈 美國來說,公佈了NAHB房產市場指數 9月份45點,比市場預期50點低了 都是反映美國那邊的整體樓市,都是繼續回落 而且如果看回調的幅度,累積應該跌了大概5%左右 除了這個數字之外,今天我想市場都會繼續關注 接下來包括內地會公佈人民銀行的整體貸款市場的利率報減 即是LPR,甚至MLF這些數字會公佈出來 究竟這些數字來說,會不會再進一步下調? 直至於內地的整體房市、地產市場 就真的成為市場的一個比較重要焦點 因為現在重視,在8月、9月這兩個月來講 市場都是看著內地方面出了這麼多焦 一度是令到內地的內房企業在賣樓那邊賣得很好 但沒有辦法延續這個好的走勢 仍然都繼續在賣完一會之後又再停下來 那麼最重要就是看看這些叫做持續的一個經濟刺激措施 能不能夠繼續在市場上出現 因為現在來說,市場的情況有一點像吃了白粉 那麼你不出招的話,市場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那麼如果你是太久沒有一些叫做 進一步刺激的措施 那麼都會是令到大家對後市來說是看淡 當然股市來說是繼續下跌,也都是無可避免的 那麼以現在去看回呢 就是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炭板息率呢 能不能夠是再進一步是下調呢 那麼都真是一個真是幾重要的關鍵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 當然都要看回呢 就星期四 就是凌晨兩點鐘 那麼到時是說 暖處局的議席會議結果 那麼看回昨晚來說 所以說美股呢 走勢呢 都是反覆 只可以說反覆的 原因呢 都是看到呢 早段的時間來講 就是美股呢 曾經一度叫做下跌過 其後來講呢 也都反彈了 那令到呢 最後來講呢 三個主要的指數呢 最後都是以平收為結果的 那麼三個主要的指數來講呢 那個升跌的幅度呢 基本上都是不夠是0.1% 就是最後收市的時間 那麼整個的走勢上呢 譬如好像是以道指為例呢 那麼昨天來講呢 最終都是貼近了 暴力加通道中途流上呢 是收市 那麼在一個比較低的BBW底下呢 那麼整體上的道指是 再轉一步就是叫做 波幅收窄呢 那個的機會就應該不是那麼大 因為現在來說呢 那個的波幅已經是 就是相對比較窄的了 那麼如果你是要 再轉一步是收窄的話呢 那麼是必一定是有更加 就是 令到投資者是觀望的氣氛 那麼現在來說 非常的協近呢 這個就是叫做意識回議 那麼所以呢 再轉一步是大幅收窄 那個波幅的機會呢 就不算太大 那麼這個情況呢 那麼又或多或少 會導致呢 在短期上 是有機會反彈上來的 那麼因為我們 譬如看回呢 那個寶利加通道中途 也就是條20天線呢 那麼也都有呢 之前是一個下跌的形態 那麼轉回一個橫向的形態 那麼這裏是一個 即是短期的支持來的 那麼如果那個波幅 是擴闊的話呢 那麼有助呢 導致呢 在向上走的時候呢 那個的上升的空間來的 會比較多 那麼但是看回呢 這個叫做納指那邊呢 那個情況就有少少不同 那麼我們看回呢 納指呢 在進入了 即是八月中之後呢 整體那個的走勢 已經進入了一個橫向的形態 那麼我們都見到來講呢 這個寶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呢 也都是相對比較寬 那麼反過來呢 現在來說呢 是有一個叫收窄的情況 有時候我們看回那個BBW呢 是下行的 那麼這裏會令到呢 寶利加通道那個的收窄呢 限制住這個 這個標普500指數來講呢 就算有反彈 反彈的幅度呢 會是越收越窄的 那也都引起因素呢 令到呢 就那個標普500指數的走勢呢 可能在短期裏面呢 會有機會呢 是穿了那個 寶利加通道中軸之後呢 是調回去試那個底部 那令到呢 就是那個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的 標普500指數的走勢呢 會是差一點的 那至於去到呢 就納治那邊來講呢 那個情況呢 和呢 標普500指數是很相似的 因為我們看回來說呢 那個寶利加通道中軸呢 基本上就是 一早已經是橫了的 那麼現在來說呢 也都見到那個 寶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是收窄呢 那令到呢 整個的走勢會有機會 在跌穿那個中軸之後呢 那令到就是 納治向下試那個 那個的通道底呢 那個的機會是大了的 不過都不用太過擔心的 因為呢 如果你看回 無論說這個 這個的 標普500指數也好 又甚至是說 那個納治也好呢 那因為呢 他們現在來說呢 那個的通道收窄的情況呢 都應該會是加快 那令到呢 就是指數很快地跌下去 那個通道底呢 看到那個支持的 那個機會會大了 因此呢 如果就這樣看的話呢 接下來就算是去到呢 這個的 就是聯儲國議息會議 那天出來 是有些鷹派的言論出來的話呢 那這一陣跌下去的話呢 都是跌多 就是八零兩百點左右的 那如果我們看看呢 近來的VS呢 我們都看到呢 那個波動指數 或者那個叫做呢 是恐慌指數呢 都由一個低位 就是12.68 這個水平來說呢 也是說 今次 就是七月八月九月 這些時間來講呢 去到最低的水平 那在那天來說呢 就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但是上個星期五是出現的 那而昨天來說呢 都是叫做在高位徘徊 沒有叫做穿那個 寶利加通道中軸 那在中軸 沒有叫做升穿 而且我們也都看到呢 那個BBW呢 是開始有一個回落的跡象呢 或者預視著一件事 就是通道的頂部呢 會成為這個 就是VS的指數呢 反彈上來的主要阻力 那那個水位來講呢 應該都是大概是16.7 這些水位 那和昨天來說 14.2 都是有一個非常之貼近的水平 那尤其是呢 我們看回呢 就是那個VS指數呢 最重要的是看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升穿20這個位 就相對來說 會令到投資者呢 是擔心 那在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美股才有一個 比較大的下跌的空間 那現在來說呢 基本上呢 都還是 非常之遠離這個20 和也都呢 是看到呢 就算你現在 一陣升上去的話 去到那個通道頂部呢 那都是講的 16.7 不算是太過高 那整個的風險情況呢 就相對是可控的 因此如果你就這樣看的話 現在來說 外圍呢 美股呢 我不覺得是這個時候 以評論來說 是應該要去沽貨離場 反過來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買回一些東西的 那至於呢 在未來來說呢 聯署局的議席會議 在未來的星期四 那基本上呢 就是大家 可能一早早起床 睡醒的時候 已經知道結果 如果看回現在來說 情況呢 大家都預計回 在未來的 即是九月份 那個的意識 的結果呢 會是維持著 社會不變 維持著5厘 25至5厘半 至於呢 11月來說呢 大家仍然都相信 5厘25至5厘半 這個水平來說 也是不變 所以大家 在那個叫做 對後市的擔憂 或者恐慌來說呢 美股那邊來說 是明顯 就不是太高 那也都因兩樣的 看到那個 恐慌指數呢 就算彈上來 那個的力度 都不算是太強 那有助呢 就是股市 在短期裏面 盡快見底 至於呢 就是 息率來說呢 雖然大家都預計 但是呢 接下來呢 九月啦 十一月呢 都不會加息的 但是我們看到來說呢 無論是說 這個 就是叫做 兩年期的息率也好 甚至說 十年期的債息也好 都在近日 就是升上來高位之後呢 沒有辦法回落回 那 甚至是昨天來說呢 都幾大的一個 叫做升幅 曾經是見到 是兩年期的息率 是在升近 5厘半的水平 那但是呢 當然 我相信都是一些 就是叫做 例如說單事件 就觸發到一些 投資者來說呢 就是對於息率 是有個這麼急的 就是抽升 又甚至可能是 有一些的 就是創誤盤 那令到 那個息率呢 一度就抽到這麼高 那但是 其後呢 很快回落下來 似乎都是在反映著 大家對於呢 就 整體息率呢 維持 在未來這兩次的息率 在北邊的預期是仍然有 那而且也都見到 兩年期那個 和十年期的債息呢 維持到 在0.7厘這個水平呢 那也都是 預示著呢 接下來的 就是美國經濟出現呢 是下行 或者是經濟衰退的風險呢 不算太高 那尤其是 以現在去看回呢 就是歐洲那邊的 就是叫做息率呢 也都很快有個 見頂的機會呢 那變相呢 令到呢 整體那個美國來講 見過通脹壓力呢 仍然都仍是 就是相對比較 溫和呢 那有望慢慢慢慢 下來 那雖然我們呢 看回這段來講呢 那就是 無論是俄羅斯也好 又甚至是 沙地也好 那都是繼續 是放風 就是說那個 即是 未來的 有家會是繼續 是高企的 那甚至是說 對於呢 未來的那個 經濟復甦呢 整體對石油的需求 會是維持一個 比較強勁的增長 那但是呢 都看不到 是會因為油價 而呢 是觸發到呢 美國自己本土的經濟呢 是出現了一個 就是失控的 真的通脹 那現在來講 通脹回落了 那就當然 都會令到呢 大家對於 整個的 就是加息的周期呢 很快見頂呢 會是有一個預期的 那至於呢 美匯的走勢來講呢 那就近日 就是升得比較急 上到105.16這些水平流上之後呢 都會見到 在貼近今年的三月份高位的附近呢 會有機會是真的見頂的 因為整體上你看 在美國的加息的部分來講呢 基本上就會有機會是再進一步暫停 甚至是在明年的時間來講 會有見頂的機會 那變了呢 令到呢 就是美匯來講呢 走勢呢 相對還是強 但是就不應該是過分偏強 但是我們都相信 現在你講呢 美國的加息的部分 還沒停下來呢 整體外圍呢 包括就說 歐羅這樣去看 他們的加息機會呢 就越來越美了 那就算你英鎊有加息的可能性呢 都會是 未必會觸發到更多的錢 是由美元區流出來的 所以美匯呢 都會是繼續 是相對比較強 但是當然 昨天來講呢 匯條呢 下回到二十天線 在匯附近呢 正常的 就是你升得這麼急來講 做回調呢 是合理的 但是呢 就不是一個呢 即時大幅匯條 也都未必會是再進一步 在升破之前高位的可能性 因為你看到來講呢 RSI呢 有少少跟那個 就是叫做美匯走勢呢 頂部有出現背遲 因為呢 頂部呢 一頂高於一頂 但是RSI來講呢 頂部呢 做不到一頂高於一頂 那逐步逐步的回落呢 可能都是在反映著呢 就是說 整個美匯呢 是進一步轉強 進一步向好的那個 西頭呢 是沒有辦法延續到的 那至於人民幣的匯價 那隨著呢 就是內地的經濟 就是大家來講呢 都繼續是有個憂慮啦 那無論是說 就是說 樓市在這個 接下來 可不可以是真真正正呢 叫做 恢復過來呢 那又甚至是說 有更加多項呢 其實是看淡回內地的經濟呢 都令到人民幣的匯價呢 是沒有辦法 是繼續這樣轉回 例如好像是看到呢 就是近日呢 那個匯價來講 曾經呢 是一度呢 是落回去 就是7.25這些位置 那但是呢 很快又再 就是叫做 叫做回若軟 那去回到7.28 7.29這些水平 那麽 昨天來講 甚至是做過7.29 24 那顯示到呢 就是說 那個市場都是繼續擔心 那總是來說呢 那之前呢 日文銀行呢 那都是叫做 要求回一些大型的 內地的銀行呢 那他們在結匯那方面呢 盡量呢 就是延遲 將那個 就是叫做 是 資金呢 是調回去那個 就是叫做 外匯那部分 那都令到呢 就是人民幣那個匯價呢 受壓的情況呢 就是叫做 就是舒緩了 但是呢 都沒有辦法的了 就是現在來講呢 只可以是看著呢 整個的 就是那個叫做 內地那方面的經濟呢 下降的壓力 還要繼續呢 是減息 還要繼續呢 去做那個 就是叫做 降準呢 令到匯價來講 繼續是偏弱 這個情況呢 是沒有辦法 在短期裏面 是逆轉過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呢 就是港股的走勢呢 那 就繼續轉弱 這個情況呢 也都是沒有辦法 是扭轉過來的 譬如好像是看回 昨天來講呢 原本就是預計回 17,900這些 又甚至說 不需要17,900 就是收市的時間 去到17,930點 那理論上應該 就是在這些低位 我反彈上來 因為呢 萬八這些位來講 都看到之前 沒有人肯沽的 但是昨天最終來講 都是跌穿 都是一個 進一步 轉弱的 一個預兆 不過 幸好呢 就是昨天 我們看到 在收市的時間 但是呢 經價的 資金流出呢 都是2.7億 而已 如果你計算 那個數 就非常之低 而且也都看到 那個 散貨率 都是8% 顯示著 投資者來到這些位 經價時段 去追溜的 投資者 不多 就是他們是不肯 在這些水平 來說 在收市的時間 大力這樣拋貨 而且也要看回 昨天來說 那個經價時段 的成交 42億 都是佔全日的 百分比 是5% 都是回到一些 比較正常的水平 顯示 現在來說 來到這些位 投資者 那個 積極部署 去看淡 那個的 真的力度 也是非常有限 以昨天來說 收市的時間 例如看回 那個 沽盤 主要的沽額 在譚信 阿里 平保 港交所 京東 這幾隻 至於 有資金入利的股份 例如 美團 友邦 建行 公行 比亞迪 尤其是 內人股 好一點 很少的 資金樓 那邊 都可能會令到 這類型股份 在短期內 有機會先行見底 但當然 大家會擔心 他們那個 資產質素 有個問題 就是 內銀那邊 繼續拖欠 甚至說 沒有辦法歸還 本金 都令到 內銀股來說 幾頭痛 至於 走勢圖上 基本上 沒有什麼大 變化 仍然都 在 低位 在17573點 開始 反彈 完成的反彈走勢 站著 在 反彈 一底 高於一底 形態 底部附近 當然 這類水平 整個市場 不是太過 同意 亦都是這樣說 現在 大部分 投資者 都在觀望 意識 結果 是不是需要有 進一步 轉英的需要 如果 轉英的情況 不再 像之前那樣 那麼大的 力度 的話 或多或少 可能都會反映 起碼 在現在的市場上 不會再有 一些 非常看淡的訊號 現在 唯有 繼續看回聯儲 會議 結果才可以 再做一個 新的評估 不過 小心 這一陣 恆志 由17573點 上回 18899點 這個反彈浪 一度 令到 那些 那些 MA20 如果用小時圖看 MA20 和 MA50 一路回升 近日 那些 MA20 已經是 預先穿了 MA50 變相 小時圖 走勢轉弱了 而且 昨天 再度跌穿 這一陣 由17573 到18899 即是 升浪的總升幅 是 61.8% 即是 破壞了剛剛 這個反彈的走勢 那 一般來說 如果是 和韓比率 破壞了 那個 之前的反彈的話 那 回到起步點 也是 月期之內 所以 就這樣看回 這一陣 回調 都是看回 大概 17573 即是 176 水平 所以 短期的走勢 如果沒有辦法 轉回 強 基本是向著 176 水平 進發 那 我們也要留意 牛紅症 他們的 部署 其實 在昨天 跌250 幾點底下 看到一些 紅症 都很積極 因為 原本 主要的 紅症 重貨區 大概 18,900到 19,1 那 這個位 基本上 就是上個星期 五、星期四 這兩天 都集中在 那個水平附近 但是 去到 昨天 市跌250幾點 很多人 追沽 令到 重貨區 一下子 滑下去 18,300到 18,500 這些水平 也 看回 牛症 那邊 一路退守 其實 如果看回 退守情況 都明顯 去到 17,500到 17,700的水平 當然 17,700到 17,900 也有比較多 的 叫做 未平倉 的 牛症 但是 看到 那個 市場 基本上 一 退到 這些水平 大家 集中 17,500 也非常 貼近 前 低位 在 8月份 17,573 這個位 如果 這個水平 能夠 守穩的話 當然固然是好 但是 如果這個水平 都守不穩的話 那就真的 要慢慢 再數 因為 我們看 22,700 開始 跌浪 一直 形成 都沒有辦法 扭轉 一浪 低浪 一浪 低浪 這個形態 沒有辦法 轉過來的話 基本上很難 令到 整個市場 有見底的機會 去到今早 開始了 有時候 就叫做 開市 升了11點 但是 看回 早段的時間 大概有6億 資金進來 國指有7億 另外 科指有6.9億 全部都不大 唯一一件事 就是 國指和科指的 租貨比率高一點 74.9% 和88.9% 但是 去到行指來說 都是58 其實顯示著 投資者在開市的時間 來講 追貨都不是很大意欲 所以 暫時只可以看 整個市場 是反覆的形態 未能夠逆轉過來 那麼 今早來講 追貨比較多的 就是 騰訊 6.49億 其他那些來講 都是說幾千萬 至於 流出那部分 譬如 友邦 平保 都是幾千萬 所以 今早上 基本上 市場 都是看著騰訊 令到 整體走勢 仍然是 反覆為主 那麼 去到現在來講 市場跌了92點 其實 見到 走勢 就一點都不好 比如 我們 連續是 第二支 陰燭 而且 亦都會見到 就是 穿了所有的 二度平均線 那麼 現在去看回 這一陣 就是我們 剛才都講過 如果我們用回 就是說 低位是17573的水平 是上到18899 那就算回 61.8% 那就應該是 萬八點這個水平 是要站穩 但是當然 失手了 失手了之後 不要緊要 如果上得回去 當然好 但是現在似乎 上不回去 就是說 這個 61.8% 的反彈 的回調 目標 失手了 那我們就 繼續看回 低位 始終來講 整個 走勢 如果我們再看 那個 保利加通道也好 甚至是 其他的走勢也好 我們都似乎 是向著 那個 通道底 之前的低位 就是 17573的水平 進發 似乎 機會都大 唯一就是看著 RSI 可不可以 站在30 如果30 都站不穩的話 可能要穿底 也不出奇 那麼 看回 預計 現在的行指 穿了18,000 這個水平 即是 搜不到 但是 看回 現在的市場 尤其是昨天 這個收市的更加市段 追沽的資金 仍然有限 那麼 短期來講 將那個支持 放回 17,600 附近 那麼 這個來講 可能在一個短期裏面 沒有辦法 就是叫做 扭轉 那麼 仍然都是繼續 看一個短期 可能 個市 繼續是 轉弱 繼續是偏弱的形態 那麼 接下來來說 除了 會公佈 內地那方面 那個 貸款的 叫做 差貿利率 那麼 也都是 星期四 凌晨 兩點鐘 美國就會公佈 議息結果 和會後聲明之外 那麼 也可以看回 這個星期的 尾段 會有 這個 叫做製造業的PMI 和服務業的PMI 數字 那麼 美國那邊 這兩個數字 都看到 即是叫做 個別發展 製造業開始是 轉弱的 那麼服務業來講 都轉弱 但是仍然是 50點的水平 那麼 看看這兩個數字 最終來講 可否反映美國的 經濟動力 是可以 是 恢復回來 那麼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那就 多謝大家 收睇 如果 大家覺得 內容是有用的話 不妨給我們一個讚 還有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至於 大家 有任何的 看法 甚至 你自己本身 都很想 問一些 大市的方向 大市的前瞻 也歡迎 下面留言給我們 至於 如果大家想 鼓勵我們 也可以用 Superfans 鼓勵我們 令到我們 有更多資源 可以繼續 做得更加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